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 他出生黎元世家 五岁登台演出 十岁正式败事血义 他博彩仲家之长 是当代极具个人特色的静觉名家 在舞台上 他是枭雄曹操 贤臣魏征 连立于成龙 在生活中 他爽快自然 豁达平和 是一位亲切和蔼的老人 中国戏剧界首位梅花大奖得主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首批传承人 他就是京剧表演艺术家 上长荣 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 本期人物 上长荣 走进中国文艺 同温经典记忆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 向经典致敬系列节目 我是盛楠 首先请全体起立 让我们以敬意的掌声 请出本期节目的致敬人物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上长荣 掌声欢迎上长荣老师 做客中文艺周末版 上老请一部千名牌 为我们写下一句想跟观众朋友们分享的新声 激活传统 融入时代 感谢上老为我们留下墨宝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三位尊贵的嘉宾 也作为我们今天的致敬嘉宾 一起来跟我们讲述致敬人物 上长荣老师的故事 他们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也是京剧的资深票友 王铁成老师 欢迎您 中国当代文学家 剧作家苏书洋老师 欢迎您 中国戏剧家学会副主席 剧作家罗怀珍老师 欢迎您 多年来 上长荣老师在京剧舞台上 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角色和剧目 比如说熟悉上长荣老师的人 都知道有上长荣三部曲 分别是曹操与杨修 贞观盛世 连历与成龙 那么就凭借着在曹操与杨修 这样一部戏当中 上长荣老师所演的曹操 被人称为活曹操 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要通过一个短片 走入这样一个经典角色 1988年 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 在天津公园 一炮而红 各大媒体竞相报道 被誉为新时期 戏曲舞台上 里程碑式的作品 曹操与杨修 讲述了曹操赤壁兵败 求贤那事 明示杨修为曹操赤识重用 却忠因曹操的多疑与重拳 杨修的聪明与自负 而酿成悲剧 大帝当仙修为曹操赤壁兵败 肯有饶我军心车 你仰修 来一见 好 成功 该剧中 上长荣以其精湛的演技 塑造出一个崭新的曹操形象 成为京剧界的新一代 活曹操 他的表演是该剧光彩平天 成就了一部 无法逾越的经典之作 48岁的上长荣 也因此完成了 他戏剧人生的精彩转型 在曹操与杨修的创作过程当中 可以说上长荣老师 是费尽了心血 从陕西来到了上海 而且是只身前往 所以很多观众们都想问 为什么为了这出戏 要做出这么大的一种牺牲呢 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1987年 在剧本月刊 《圆月号》 看到当时38岁的陈雅仙先生 发表的曹操与杨修 那么这个剧本当看到之后 我没有选择在西安拍这个戏 也没有选择我的故乡 北京拍这个戏 而我选择了上海 虽然无亲无友 但是上海这块热土 素有 开拓 求索 创新之优良传统 那么我就加这剧本 夜闯同关 听着 贝多芬的命运 潜入了上海滩 谋求和上海京剧院 共同拍这个戏 没想到 一拍几场 1988年这部戏 终于在天津对吗 在上海 在上海 曾经内部 现在是内部在上海 饰演了两场 饰演的效果好 还是1988年 在天津公演的效果好 饰演虽然认可了 天津是南昌的一个码头 天津观众太懂戏了 他那要不认可 那就完了 我们都提心吊胆了 结果首演之后 在谢幕的时候 观众不担认可 都是跺着脚叫好 我跟严新鹏 被观众的认可 感动得落泪了 我提观众们提个请求 您能不能给我们带来 其中的一小段唱段 让我们今天在现场 感受一下 海当一康 幽丝难忘 何以解忧 唯有度康 这是曹操的名句 是 这个 我就跟我们的作曲 高一鸣先生 我说 能不能用 嬉皮三眼的版式 把这十六个字 编一段 嬉皮三眼 那么 是不是我就 汇报一下 这也是一个创新的唱段 好 我们有请上长荣老师 带给我们 谢谢 海当一航 有死难忘 啊 喂 鸟 喂 你又啊啊啊啊啊啊啊 都无抗 还当一抗 又是难忘 我一家一又 我一又都抗 我一家一又 我一又都抗 谢谢 谢谢尚先生的演唱 那么说到这部戏无疑是成功的 这个角色无疑是下了功夫而得到观众朋友们认可的 那他成功的原因又是什么 我特别想请台下的三位嘉宾跟我们谈谈 王铁程老师 您觉得这个上长荣老师带来的这个曹操 在这个演员的表演处理上成功在哪里啊 京剧作为一个古老的剧种 到了这个世纪 需要不需要发展 要融入这个社会 要是跟着时代的步伐去前进 曹操与杨修 诠释了这一切 他所有的表演都在城市化之中 但是所有的表演 为了刻画这个人物 他特别的展示人物的心灵和思维过程和一个结果 运用京剧的城市 看不出城市的痕迹 把京剧现代化的表演 达到了一个非常符合时代要求的这么一高度 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是我看长荣先生的传统戏和现代戏 都跟看别人的一些花脸戏不一样的感受 感觉到特别的强烈 特别的抓人 特别的过瘾 怎么能够那么简单的情节 那么表现出来那么强烈的人物的气息和形象 我觉得长荣先生 这一点是值得京剧界所有的演员学习的 我们的指代安天下 指笔指榴 指榴 指榴我饿完兵 千千老是重振奔 五沙两红纹带 大股指尘 爬指爬 天下的现实 心寒痛 红红 大夜要花灰尘 我灰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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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科杨老师 您觉得上长荣先生扮演的成功之处在于什么 我认为曹曹与杨修的演出 划分了一个历史的阶段 开辟了新时代 新京剧的这样一个大门 一个面貌 而且铺上了一条道路 不仅仅是上海经济院的一个杰作 也不仅仅属于尚先生自己 这部戏的功劳 在中国的戏剧史上 应该有充足的 充分的理由 站在前面 因为马克是上海经济院导演戏毕业的 他把话剧里面刻画人物的这一 这一首 浓重的表现在曹曹与杨修这个京剧里面 而他常常夸起啊 上先生的表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精彩 可惜啊可惜啊可惜 可惜啊你 不明白呀 哦 哦哦 最后这个马克导演我们一起他说了一句名言 他说长蓉 这儿厚实了 四公五法 怎么来怎么对 你人物定位准了 内心世界充实了 在这儿的中枢神经指挥之下 你的四公五法成事都能用 他到了上海虽然一拍即成 但是在这样一个排演 把他搬上舞台的过程当中 难道真的就一帆风顺吗 排演出戏 特别是排演出新编历史剧 难道不小 各个环节 如果精以求精 确实得下大功夫 得不怕吃苦 那么回想起来 当年苦牌曹阳 剧组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付出了心血 就我个人来说 我一年曾经九下江南 九次到上海 还洗 那个时候没有高铁 飞机一个星期才有几班呢 而有一次在暑假的时候 我坐着慢车 晚点了大概七八个小时 到了珍如 已经是夜里都一点多了 打电话给上海经济院都下班了 每个人都没有手机 坐个计程车 没有 怎么办 只有 人房公室的地下的旅馆 第二天早晨起来 赶到排练场 还好 没误了某 一进门 马克导演 你来了 马上做小品 戏曲演员 以前没做过小品 马克导演 要求我们做小品 我就做了一个 夜里头 凌晨一点多 到了珍如 没办法 到了防空洞 那去住了一宿 第二天 怎么打电话 我怎么进了排练场 无题目的一个小品 朦胧昆昆水之中 不想过一剑那 怎么呀 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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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曹操与杨修这部 这个尚长先生的全新的尝试 也是为中国的传统京剧 提供了无限的新的可能性 罗先生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我记得曹操与杨修 在1988年 这个作品横空出世的时候 我们对他的看法并不一致 他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 强烈的冲击 与此同时 他又在京剧的创作方面 带来了很多新的气息 比如桑先生 具体到对曹操脸谱的设计 对他表演艺术的设计 就是他 以他扎实的传统京剧的功底 又融合了 像苏苏阳老师和铁城老师 所说的一些话剧 影视的生活化 人性化 走心的那样的表演的体验 他与此同时呢 又把我们传统的架子花脸 铜锤花脸也打通了 把我们传统的城市化表演 跟现代的体验型的表演 也打通了 所以他带来的舞台艺术的 这个新的信息啊 非常密集 今天啊 我们可能不觉得新奇 可是在1988年的时候 它是非常新奇的 所以这部作品到明年就30年了 近30年来 它一直是中国京剧 中国戏曲 创作的一个话题 谢谢罗先生 那么也是从那部戏开始啊 很多这个京剧的观众朋友们都说 曹操不再是脸谱化的曹操了 我们觉得曹操更加鲜活了 更加有血有肉了 那我想这是跟您在表演上 包括这样 你看我们的这个图片上 有这个扮相的照片 都会有一些改变 您做了哪些细节的创新 让观众朋友们更好地 能够走近感受到这个人物呢 曹操这个人物 可以说是家居户晓 这个红白黑 红袍 您看 白面 白面 乌须黑观 这三个颜色在美学上 都是最鲜活的主调啊 他们在一起对比也非常强烈 白脸曹操 但曹操他从历史上说 他是个伟人 政治家 军事家 诗人 所以塑造这样一个全方位的 有血有肉的 一个新创剧目的一个曹工形象 应该说难度不小 我就从曹操文集 看到学到他的证令 他的诗词 真了不起啊 东林杰石 以观苍彩 观东有意识 兴兵讨群凶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就 首先在化妆上啊 有了解 做的第一步 这个很难 你说给他揉点红 来个粉脸蛋 那起步成了 会山的大阿福了 又像咱北方的兔爷 不是的 那么就是在底色 底色 在影视和话剧化妆师的 启发之下 就用人的辅色 不是冷白 是暖白 这个碳条眉 改成一个贱眉 这是他的智慧 三角眼 改成一个 细长 这个眯着眼睛 不是他想坏招 而是他的思索 老谋深算 睁开眼睛 是他的胸怀 这个物质呢 也没有征得 曹丞相的同意啊 就给他做了美容了 把这个纯上制啊 我改到 眉上一颗 朱砂制 是 我还看了看相书 说 眉上有朱砂制者 主大贵也 那么曹丞相肯定是大贵人 所以做了这次试验 那么得到的批准是观众认可的 观察老师们也认可 就是说这一步迈出去啊 这个也不太容易 是 也是要有很大胆破的事情 要激活传统 而且要敬畏传统 是 继承传统 也是在 研究传统 传统和历史的尊重的基础上 去做创新和改变 是 一件事物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您就是带着这样一身勇气 支身前往 为我们打开了无限的可能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中国经济事业的发展 上长荣先生功不可没 我们是否可以把掌声 再次送给上长荣先生 以及所有为这部经系 付出努力和贡献的 中国经济人 上长荣先生之所以能够成功 也离不开扎实的戏剧功底 和丰富的舞台经验 我们再次通过一个短片 走进上长荣先生的 经济发展之路 上长荣的父亲 上小云 是经济四大名单之一 是独创了上派弹剧 艺术流派的经济大师 上长荣从小耳濡目染 曾师从侯喜瑞的明镜 扎实地继承了 京剧花脸艺术的各项技艺 深得戏曲艺术的表演精髓 1961年 在上小云主演的戏曲艺术片 《狮子精风》中 上长荣和父亲同台演出 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资料 那么乐乐 小云主 请 叫人呢 太大猴子 您能从您的角度跟大家说说 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父亲至家 至学 至义都非常严格 在舞台上 他们扮演的是古代的妇女 经国英雄 先妻良母 可是在私下脾气很大 无论是对子女们 对于学生严格至极 台上是慈母 台下是严父 我们小时候 家风是很严格的 那时候我们不准剩饭碗底子 就是一碗饭 我吃 我不爱吃 不爱吃 好 不是A奏 就是留在晚上 晚上你再吃 不准 那时候哪敢呢 我记得我60年 拜侯喜瑞先生的时候 我十几岁那时候就想拜 侯老没收 等到我20岁了 拜师之后 第一天上课 侯老捋着胡子 小子 为什么当年几年前我没收你 你知道吗 我说我不知道 我怕你是公子哥 顽固子弟 吃不了苦 第一天上课 他跟我耗三宝 基本功耗三宝 以前要耗一炷香 那天老师跟我 这一耗两个宝 要耗的 要耗了五分钟 你看我这个 你不信回去大家试一试 我们现在都可以试一试 能撑多久 你要五分钟 一分钟之后就该哆嗦了 再一会儿就可以 就受不了了 这是基本功 练什么 练你的肌肉 练你的基因苦 他们怕我吃不了苦 那时候在我父亲 创办的荣春社科班 我是五岁上台 我阿伯生第一天上的就是风香系 四郎探母 杨总宝 后来我父亲让我背着书包 上学堂 念书了 孩子就孩子要学古文 孩子要练字 要会画画 直到我十岁 我的一位老师姐 大名鼎鼎的 吴素秋 她说现在花脸很缺 不如让三弟 小花脸 我们老太太一问我 你愿意小花脸吗 郑重下怀 因为我的偶像是金绍山 小时候看过金霸王 我们都叫他呢 金三大爷 那真是 生振物啊 镇山汉月 十全大净 从那儿 我就小花脸了 幸亏 小老花脸 如果现在唱老生 像我这个资格扯歌 不像 如果是继承父亲的行当 要贴片子 拔个字 不堪入目 惨不忍睹 幸亏学了 机缘巧合 学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 父亲当年支持您学花脸吗 当然了 摊的心目当中 一 是杨小楼 是杨迷 二 是黄润浦 金绍山 您也是跟着父亲 从首都北京 到了大西北 到了陕西 说起来去陕西 这是在58年的时候 因为我父亲曾经两次入陕 跟陕西的戏曲界的老师 专家朋友们 建立了很深的友谊 那么就在58年 陕西文艺界的领导 和他们的弟子们 希望能够支援陕西 关照西北地区的戏曲教育 所以我父亲毅然答应了 等于是半个家建在了西安 1959年 19岁的上长荣 随全家来到古都西安 后又加入陕西省京剧团 在此期间 她的足迹踏遍了三秦大地 节驾无休的演出 更使她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 上长荣唱作俱佳 艺术上国采重场 逐渐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表演风格 1985年 凭借霸王别姬和将相和 上长荣获得了人生中的 第一个梅花奖 所以上先生的很多青年的时光 是在陕西三秦大地上走过的 所以是不是也 那个城市的那种气氛 也对您的这个京剧表演 有所这个汲取啊 在陕西有得天独厚的 一个好的环境 在西安的碑林 那时候五分前就能买一张票 进去之后 晋级了 在历代碑客当中 在被明代的一个戏 真是激发灵感 激发灵感 所以在西安的这个 三成二年 无论是历史剧 新编历史剧 还有现代剧目 应该说 学习了很多 也排演了很多 是我一生当中难得的 一个学习的机会 随着这样一个故事的讲解 我们觉得 对您的这样一种戏剧之路 了解得越来越丰满 越来越立体 此时如果再有一个唱段 大家欣赏到 会不会觉得更加过瘾呢 对啊 魏征是个历史人物 我是在中学课本当中 第一次见到魏征的 《见太宗诗诗书》 我就想想 袁魏征 应该说 对魏征追着了十八年 在建国五十周年的时候 终于在上海 圆了我这个梦 那么其中呢 有一段四平跳 花脸要唱四平跳 这也是一个 新的尝试 奢望和梦想 那个都是游龙戏风啊 很潇洒的 皇帝啊 这个家人啊 才子啊 那是很潇洒的 到大花脸这儿 我曾经其他戏里 用过一点四平跳的旋律 都不对 我觉得 魏征似乎可以了 我想再汇报一段 魏征的四平跳 好 谢谢 我曾经其他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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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都是烧和抗酸 有解法的那我才算新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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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行 云 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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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上长龙老师的精彩演唱 有人给上长龙先生总结过 说您的一生跟三字有缘 是的 这个三是我的一个幸运数字 虽然三个城市 那么演了这么多戏 所谓的什么什么三部曲吧 得了三次梅花奖 三次白玉兰 我是老三 生诞敬仇 我也是老三 我呢 也有三个儿子 还有三个孙子 这个都是 这个三行高照啊 确实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 吉祥的一个数字 代表作有三部 对您这个非常重要的城市 有三个 北京 您说是根 西安 您说是叶 这果就结代了上海 那既然是这样啊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看看 上长荣先生在上海做了什么 1991年4月 上长荣正式调入上海京剧院 开始了人生的新阶段 他掌握传统记忆 又不为传统记忆束缚 利益高远地追求 性格化地表演艺术 1999年 59岁的上长荣 在贞观盛世中 塑造了魏征这一贤城形象 并因此剧第三次摘得梅花奖 其梅花大奖 成为中国戏剧界 获此殊楼第一人 2002年 上长荣又创牌了新剧 《连历于承文》 并拍成电影 他所饰演的是 被康熙称为 天下第一连历的于承文 该剧几乎囊括了 当年京剧界的所有奖项 并在第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中 获得最佳戏曲片奖 2013年 70多岁的上长荣 再次触电 参与拍摄3D京剧电影 霸王别姬 并在其中饰演西楚霸王 该影片于2015年 荣获世界3D电影界 最权威的奖项 金卢米埃尔奖 尚老师您在一开始 就告诉我们 当年是觉得上海这片土壤 能够孕育一些新的东西 能够有创新的可能 所以就来到了这里 然而后期一直待在这里 又在这里诞生了那么多 新创作的剧目 原因又是什么呢 您觉得这个土壤带给您的更多的是什么呢 应该说上海这块热土啊 是能够做事情的 是能够做成事情的 是能够做成大事的地方 怎么讲呢 应该说 它素有 不保守 素有追着 创新的这个意识 您看前辈 无论是文学界 戏曲界 美术界 多少巨匠大师 都在上海 生活 取经 汲取 上海的营养 应该说 我到了上海这么多年 应该说也没闲着 我记得在02年吧 电视台放了一个一代连历于成龙 19集连续剧 那么在上海新闻界的几个老朋友 他们非要让我拍这个戏 我说那时候我已经60多了 排一个新的剧目 要耗费时间 要站着舞台 这个太难了 太难了 我说这个就不拍了 他们都说 常说你不拍这个戏 就是你失职 你就 你就不是一个 这个有出息的 这个演员 这提的这么高 这个 那就试试看吧 大家就是一个目标 就是把一个历史人物 一个鲜活的 古代好人 一位连历 能够有血有肉 真实地搬上舞台 这个戏不是苦戏 没有人不掉泪的 我们排演的时候 也落泪 为什么 是被我们这位古代先贤 所感度 为此曾经 两下山西 在吕梁 要坐车 到方山县 方山县 于成龙的老家 到他念过书的 安国寺 到他出生地 去采风 去感受古代先贤的 家风 不断地打磨 从02年的冬天上演起 到现在已经十好几年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想到要拍成电影的 有什么渊源吗 我是幸运者 我赶上了好时代 如果不是现在的好政策 不是现在的好时代 这七十多了 都奔八十了 还能在舞台上唱戏 还能拍电影 现在有人问我 你们什么时候退出舞台 我说当然 在舞台形象允许的情况下 咱就慢慢地 唱不了大戏 唱折子戏 绝不把不理想的艺术形象 呈现给观众 到现在应该是 还能够唱个什么F调吧 还能唱唱的 真的 也是为数不多的 在您这个年纪 还可以在舞台上 为我们带来精细的演员 对 有朋友问我 我说 你有什么养生的秘诀呀 我也特想问这个问题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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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鸭肉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那把补品 没有 我觉得最好的洋品 就是粗茶淡饭 如果说在工作当中 在体力能允许的情况下 摸爬滚打 平时在生活当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 要争当 争当什么呢 争当什么 争当老顽童 快乐生活每一天 快乐生活每一天 真的是因为这种 快乐的情绪和心态 其实也酝酿了 您在舞台上的作品 还是感到有好机遇 领导的关心之下 让我们京剧 先拍出十台大戏 《霸王别姬》 家喻户晓 于姬 就是当前文武兼备的 史依红担任 让我73岁多 演的霸王 我只怕盯不下来 那时候就练功吧 应该说拍下来以后 效果很好 那么 在洛杉矶 杜比剧院 为这个戏 也举行了首应式 马上又要到 新西兰 欧盟 这几个地方去演出 我想走出国门 是我们戏曲人的 骄傲 也是担当 我们有责任 用在舞台上演出 通过音频 通过电影 向世界各国 来拨扬我们中华民族的 优秀戏曲艺术 我们应该现在应该 最好的时机 要摞起袖子加油干 真是有与时俱进的 这个意识 不光是在国内的舞台上 给观众们呈现 在国际的舞台上 其实也是替 中国京剧 找到了一个发声点 和新的关注度 是这样吗 说起 尊重传统 我说 敬畏传统 继承传统 研究传统 还要 把传统激活 我记得 1961年 和马先生 马坛 张秋 这个 赵世古尔 就说破那一场 不单 老程庸这段唱的精彩 最后 马先生有两拍的胸部 折过穿河山的 啪啪 九十五 当时我看到的那种 头是预炸的 这就是戏 不是让你喊 所以 确实对我们 先贤 传统 留下来的 精彩的 记忆 要很好的 五体投地的 去学 去研究 但是 我们在 继承上 也要远离 僵化 不搞克隆 你永远克隆不了 你永远 消不向 你得研究 前辈 他的 创作精神 创作方法 他们是用什么方法 把自己的特点 成为一个流派 在 求所 创新当中 要远离 异化 不要搞 猎疾 怎么不向 中国戏曲 怎么来 就坏了 第一 要有自信 加强自信 这样你才能够 认真的学 认真的学 才能学好 加强自信 自强 自爱 自重 还有一个 自律 别的玩弄 我们也谨记 上长龙老师 给我们的教诲 对于上长龙老师 这个 京剧和电影的结合 也可以说 在西方的社会 也造成了 很大的反响 在中国的业界 也有很大的代表 和引领的作用 所以我想问问 台下的三位嘉宾 这个罗老师 您的感受会是什么 我觉得呢 一方面 他是通过电影的 这个手段 把这个 上先生的表演艺术 的杰出创造 记录下来 第二呢 也是通过电影的 这个传播的方式 把京剧 向更广泛的受众 传播 那么在京剧 拍摄电影的过程中啊 这个也 京剧也受到了 电影的反扑 就是我们电影 艺术的 很多技术 很多手法 又回过头来 拖宽了京剧的表现力 所以我觉得 桑老师做这个事情啊 他其实是一次 再创作 再创造 谢谢 谢谢罗先生 那王铁程老师 我作为演员 首先我承认 京剧 是角的艺术 没有主要演员 就成不了京剧 上长荣先生的表演 这里边包括唱电作的啊 就是他在唱念 和做的过程当中啊 创造了一个 很震撼人心的 舞台氛围 都在他的人物的演绎当中 还有一个谈到电影 我感觉啊 电影的手段 展示京剧 没有必要的时候 少用特写 就说上长荣先生吧 霸王 那一幅剑 那感觉 他不完全在脸上 他在身上呢 所谓浑身是戏什么 就是浑身是戏 是 他不动心 他不融入这个城市当中 他就不是浑身是戏 佩诚兄 借着您的呢 我谈一点感受 有这样一句话 千淡百声 一静难 我们唱花脸的 要往脸上 抹红黄蓝白黑 还要有图案 要穿上那个胖袄 戴上那么长的胡子 穿上那胖袄 这个脖子就跟那个什么 冰球的运动员似的 又像那橄榄球的 什么守门员似的 脖子回去都 都难的 这个盔头要戴很高 很重 勒得说要很紧 穿上盲 穿扎上靠 说起来是障碍 实际上 你要把它用活 这个珠子 不是那卖弄 让观众叫好 是通过你这个 这个服饰 这个珠子 揭示 这个人物内心的震颤 水秀 水秀能说话 不好的关系 啪 这是抓你 骂人呢 水秀好 完了以后 掺起来 这就是佳人才子 靴子 盔头 哪都能说话 带他什么 甩胡子 是表达人物 得胜之后的 一种喜悦的心情 这么妙 在戏曲的舞台上 所以 铁城兄 这个浑身世戏 确实如此 我今天还要棒 曹若先生唱一段 二十年前 我就给曹若先生 拉过胡去 我觉得我最大的荣幸 我今天呢 我也八十一岁了 我也好好的伺候一回角 有请二位 跟我们带来精彩的合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 中途打索 在台风 中途打索 中途打索 尊业生驸马也 四天钻地 曾记得端午日 超获天赋 不愿意地在朝方 参拔花蹄 不愿意地去 十七了照着时 你擅长不尽 尚长龙老师除了这个京剧的创新发展之外 在传承在教导后背上也从未停歇 我们去看一个短片 2015年上海京剧院推出了青春版曹操与黄修 尚长龙和众位老艺术家亲自坐镇职 对于自己的学生 尚长龙更是反复抠戏 将自己对人物的理解清朗相受 好的 好的 后边可以 后边可以 自己无实的 2016年由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 尚长龙京剧表演艺术人才培养研习班 在上海开班 来自国家京剧院 北京京剧院等19家戏曲院团的 30位青年人成为学员 以代表作曹操与杨修为主 对继承传统激活传统等课题进行同期 我特别想知道您为什么要在晚年做这样一件事情 应该说曹操与杨修这个戏 曹操和杨修很吃重 曹操必须能唱能做 你要具备架子和同锤子 既要能做又要能唱 既要能唱 这个比较难 后来发现了 这个上海京剧院有那么几个 下功夫吧 我突发奇想 我说用一年的功夫 带出一个青春版的曹操 结果用了一年的时间 演出之后 反响还真不错 这些青年们 学习态度很好 很好 一旦进入了这个境界 他们开始爱曹操 就觉得把这个戏拿下来 其他的剧目 包括学习传统剧目 都有了灵感了 所以排曹操这出戏 对于演员来说 蛮有启发性 是有益而无损的 谢谢尚老师 我相信您这样一个做法 也是功德之举 没准未来咱们中国金剧界 舞台上的中间力量 就会从中走出呢 要发家看娃娃 我们一谈已有后来人 这是非常可惜的 最后一个问题 还是大家都议论的问题 您有定位吗 您是什么派别呀 前二十年就有人问我 您是宗哪一派 我说我是梅派 您是学梅先生那一派 我不是 我说没有那一派 我对前辈 无论是进行的前辈 无论是深行 淡行 我觉得对前辈 同内心的尊崇 尊崇 要博彩众长 现在应该说 这个 我不够称派 也不敢称派 也不能称派 我只承认自己的追求呢 我觉得 追求一个理想境界 是我永远的一个愿望 尊崇隆先生 这一点我说 张老师传承得非常好 另外一方面 他是上派花脸 不是上长隆的上派 是上晓云的上派 我们在四大名单当中 也能感觉到 上晓云先生表演艺术的充沛的激情 和他对人性的细微的表现 像这些方面 你现在想想 长隆先生的创作的这些剧目 包括他 他演的传统戏 都具有这两个流派的源源 我们今天对这个流派来看 特别从上先生的表演艺术来说 就是传统的 以身腔特点为标志的 这样的一种流派 已经不能涵盖 今天的戏曲的表演艺术了 像上先生这样的表演艺术家 他已经形成了一种表演的风格 有自己的独特的一种表演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不成派 不是降低了它 而是对它的表演艺术 就不局限在一个概念中 传统的概念中 好 谢谢 您刚才也说博彩众长 让我想到一个词 大到无形 在这个数学当中 有一个符号叫无限大 我相信也许像上长隆先生 不界定自己 才能带给舞台上更多无限 更多可能与更多兴旺 我们也感谢上长隆先生 为中国京剧事业所做的贡献 向您致敬 向经典致敬 与时代同行 观众朋友们 本期中国文艺周末版 向经典致敬的致敬人物是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上长隆》 请全体起立 让我们共同聆听 致敬词 对艺术 你不惜浓墨重彩 降古重锤 对人生 你崇尚反谱归真 缘之缘味 无论是畅念做大 发于心而行于外 才换来梅开三度 欲蓝土蕊 你坚持做平常的人 演不平常的戏 怀千倍 有度收放荣誉 报敬畏之情 方能兼容并续 忠诚大气 中国文艺周末版 向经典致敬 京剧表演艺术家 上长隆 朋友们 让我们把敬意的掌声 送给上长隆老师 同时我们要有请 王铁城老师 苏初阳老师 罗怀珍老师 为上长隆老师 送上我们中国文艺 向经典致敬的 致敬印章 以及花束 谢谢 我们也请 嘉宾老师 一部签名牌 为我们留下印记 对 有点 有点 愎 полностью 纳张 spraw 江湖